大家早上好 刚起床 我现在是在湖北省黄石寺阳心县的仙岛湖这边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 所以很凉快 就在车上睡觉 但是呢 因为这个觉得有点闷 我想本来是想开这个窗户 就是这个后面这个玻璃的窗户 但怎么开也开不开 可能因为很长时间没动它了 它可能是那个胶或者怎么动 可能有点沾死了或怎么着 以后我再检查一下 就怎么着我也开不开 就有点闷 我们得会有这个小神器 就这个 这个小神器 这个小风扇 看见了吧 就在这个位置 把它 我把它放在那边 然后它往这边吹风 这样我很快就睡着了 要不然你就会觉得有点闷 这个小风扇还是蛮蛮好用的 两把 两个 有时候放在床头 有时候放在床脚 还有一个在厨房位置 用来当 厨房头也可以用 或者还可以当一个小的 排风扇用 很好用的一个小东西 大家可以在房子上背一个 在我的微店里面也要销售 很便宜不贵 那 现在把它这个 吊一个个 吊一个个呢 它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排气扇 对不对 你看我在车上如果说 做一点简单的 呃 喷热 它就可以把这个油烟给它排出去 或者说一些 一些湿气给它排出去 好用 然后呢 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东西是实战的啊 这个 这个 小立编器啊 像我 因为我是24V嘛 所以这有200W 它是通过这个点烟器接口 这个接口是连着的 这个 连着我的 这个生活区的主电瓶 24V的 它是12V 24V通用 自动识别 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好呢 你看 它除了有一排USB接口以外 还有两个 很好用的这个 220V的接口 那么 好处在哪里 你就不用去开大立编器了 而且它几乎没有什么声音 你看 我为什么说它好用 你看 这是 我点的蚊香 啊 你昨天有蚊子 呃 这个玩意 好用啊 这也是很好用的 在房车上面 你如果用那种 插那个插座式的那种 直接插插座那种 是不好用的 好用的东西是这种 拉 带这个线的啊 拉线的这种 因为它可以这么平放 这都是实战经验啊 虽然说是小小的一些经验 但是 非常的实用啊 这个东西 好东西啊 在我卫电也有销售 离不开这个东西 哪怕它 呃 有时候 因为各种原因 潮湿啊 或者是见水进去了 那也得 接着买新的 因为离不开 啊 太阳已经出来了 温度 很快就上升 所以现在凉快 赶紧进景区里面转一转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 感谢观看